世界媒体报导香港,我们团队整理出香港简报 2023年群大资本主义指数 经济学人报导 根据经济学人的群大资本主义指数 衡量富豪从沉租行业获利多少 群大资本主义财富现在达到3万亿美元 占全球GDP的近百分之三 高于25年前的3150亿美元和全球GDP的百分之一 表明哪些与国家打交道的人的财富是如何激增的 增幅最大的是美国、中国、印度和俄罗斯 因此群大资本主义财富的百分之四十来自专制国家 占其GDP的百分之九 全世界大约有311亿万富佣 他们的财富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来自经常与国家打交道的行业 下一則新闻 随着政治紧张局势加剧 美国投资者对中国的兴趣降温 金融时报报道 随着两国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 美国投资者对中国股市的兴趣有所下降 自2021年11月以来 追踪中国股市的最具流动性的美国上市其权的交易活动减少了一半以上 标志着交易活动显著降温 政治紧张局势包括对中国能否维持其经济流动的怀疑 以及对政府加强对公司的监管和进一步制裁的担忧 由于中国政府监管风险的增加以及制裁的风险 许多投资者变得格外谨慎 所有这些都迫使投资者远离中国 下一則新闻 世界上最昂贵的城市之一将最低工资提高到5美元 华盛顿邮报报道 香港已将最低工资提高2.5港元 0.32美元 这是四年来的首次增长 达到每小时40港元 5.10美元 但当地劳工组织低评此举 声称他未能跟上通货膨胀和生活成本飙升的步伐 香港在经济学人致富的2022年全球生活成本报告中 排名第四 与洛杉矶并列 比较今生贵 活动人士还要求每年重新评估最低工资标准 而不是每两年一次 并将最低工资保护扩大到大学实习生 下一則新闻 港商展开ESG人才竞购战 南华早报报道 香港的公司在竞争中 因为拥有环境 社会和治理 ESG 专业知识的人才短缺 因为公司竞商达到可持续发展标准 并实现气候目标 ESG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管理职位最抢手 包括首席可持续发展官 而与ESG监管要求相关的职位也很受欢迎 最需要具有6-10年不同可持续发展领域中层管理经验的专业人员 合格的候选人在担任新角色时将获得25%-30%的加薪 下一則新闻 汇丰股价目标为2019年7月以来最看脏 南华早报报道 汇丰银行的股票已被多家公司上调 这些公司在其第一季度业绩好于预期后更看好该公司 至少9次附加上调市该银行的股价目标达到近4年来的最高水准 12个月市场普遍较为71.01港元 高于约三周前的69.41港元 尽管如此 包括平安保险在内的一些股东正在向该银行施加压力 要求将其亚洲业务重组为一个独立的实体 据报道 董事会和管理曾正在公司年度股东大会上与投资者会面讨论 下一則新闻 香港减少地区民调直选议席 贯岛电视台报道 香港政府削减了区议会的直选席位 而确保只有外国者才能在香港担任政治职务 政府已指定在486个席位中 20%将由之前的94%选举产生 外国者测试指在淘汰那些被认为不够支援北京的人 特别是要求所有候选人都要接受审查 行政长官李显龙透露了这些变化 此前几周 中国香港事务最高官员下令 这些委员会不能再落入反华不稳定势力手中 北京已经通过了一项国家安全法 而加强中国对香港的控制 此前2019年发生了大规模街头抗议活动 反对嫌疑放弃的引渡法案 国际特赦组织表示 该法摧毁了香港的自由 下一则新闻 香港比新加坡更具有优势 成为商业和金融中心研究 南华早报报道 一项新的研究将香港停为企业尋找亚太区总部的首选 这要归功于其财务实力和人财水准 与此同时 新加坡在环境和社会治理问题 以及科技产业规模方面表现良好 但在其他领域表现不佳 建议香港的企业租户尽快采取行动 在可用性高的情况下 获得更优惠的租赁条款 下一则新闻 为什么香港房主在市场上涨时降价 南华早报报道 尽管房价达到6个月高位 但降低要价的香港房主数量有所增加 这表明对房地产市场维持价格 更长时间的信心减弱 根据该市主要房地产经纪人之一 Record Properties的数据 房主已经降低了22352个代售单位中7.9%的要价 据分析师称 更多的房主降低要价格 而避免开发商的竞争家剧 下一则新闻 香港法院在新闻自由日审议记者上诉 官岛电视台报道 调查记者保裁组前因使用香港运输处的车辆登记记录而被定罪 对记者获取公共资讯具有深远影响 他的案件将于今天世界新闻自由日在香港中审法院审理 该案的焦点是赛事使用交通和运输相关事项来访问记录是否包括在报道中使用数据 并被视为对当地媒体和调查性新闻的测试案例 此案发生之際 人们担心香港的新闻自由受到严重限制 因为北京试图限制香港小宪法 基本法 所保障的自由 非政府组织无国家记者组织2022年的最新调查显示 香港的新闻自由排名在全球第148位 而两年前则为第80位 两家批评香港政府的独立新闻媒体 《苹果日报》 《雅宝日报》 《和》 《立场新闻》 《San News》 《的资金被冻结》 《高管门也因国家安全和煽动罪名被捕》 下一則新闻 美联储将在今年最后一次加息 汇丰银行、香港银行会紧随其后吗? 《南华早报》报道 美联储正准备进行最后一次加息 预计将在本周晚些时候进行 因为人们猜测香港商业银行是否会提高贷款利率作为回应 这一决定以及任何回应都将在本周影响全球市场 因为美联储政策制定者将于周三出席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议 至今年三月以来 该银行以七次上条目标利率 预计将上条目标利率四分之一个百分点 在总共加息五百个基点的第十次加息之后 央行可能会停下来考虑衰退风险 下一則新闻 盛保银行表示 香港投资者仍然投资不足 有大量现金 《南华早报》报道 由于对中国政策前景和经济复甦力度的担忧 香港投资者持有现金而不是投资股票 盛保银行财富管理主管石灵灵表示 許多客户错过了2020年11月中国重新开放的首次反弹 并希望评估市场刚向 他建议投资者需要采取更具选择性的方法 尽管对中国科技行业的宽松政策和改善消费统计数据保持相对积极 谢谢收看,香港简报 更多新闻,请看六道世界